新版本挑戰拿兩把爆炸弓吃雞是不是非常有難度呢 這機崗加強了一波物資也不很肥 也就在機崗撿了個八九十發劍尸 前面野區是打得起來不知道什麼情況 先射兩發 一百多米固定把需要往上抬一格 拿著這種冷兵器最喜歡就是等別人打起來的時候 咱們在瞬間補兩劍 暗中偷襲 注意又過來一輛車直接就是一發弓箭爆頭 你可能覺得我開了 其實剛剛這一箭是隨便打的 與其這弓箭如果跟對手對槍的話 是要露出很大一部分身位的 盡量還是偷襲 這廖網停讓上去個人 激發弓箭有點瘦歪了 這怎麼爆頭了 他剛剛好像沒露頭啊 這下子無敵都不敢補他了 這萬一被舉報咋整啊 懵的都是懵的 這一箭怎麼又變成淘汰王了呀 拿到弓箭我準備突兩個滿面隊 前面就是個防區打得相當激烈啊 試著看看這些對手能不能露出點身位 結果沒啥機會 講了想無敵還是決定冷靜一下 充電還是斷了吧 最後覺得現在咱們要當個伏地魔 這弓箭趴下的時候是用不了的 以至於一旦當成伏地魔 這弓箭這一收就變成空手了 到前面再伏地看看有什麼機會啊 這個時候前面有一個人 我們先不要著急 後面這個可以先收了 好在手裡的這是冷冰器 這些對手根本發現不了我 來個順功 移動把玉和爆頭啊 底怎麼又變成淘汰王了 也就是說最後一個對手應該就是之前的淘汰王吧 我已經發現他了 他是個吉利弗 但弓箭貌似是有個小霸鬼 貼著墻弓箭是打不出去 只能離牆遠點 利用爆炸弓的範圍傷害 即便這個對手躲在眼底後面也是成功修掉